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证件,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科幻短片,人类维修医院 医院里坐着形形色色的人,浑身绑着绷带的,脸被一拳打没了的,断手断脚的 突然房门打开,一个病人被一把拽了进去 医生撕开了他腿上的绷带,看似完好的腿立马折成了个三角形 这个神奇绷带能不能给我来一打 经过专业医生的随意拉扯,腿也没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医生拿出专业仪器测试了一下,腿不仅换了个方向折,还完成了新电图 这个,何归申请赔钱啊 经过一系列眼鼻喉科,五官紧要的检查 医生决定采用杨勇信电机疗法,显然并没有什么卵用 病人很快就被五花大榜固定在了床上,等待他的是更高强度的电机 这谁顶得住啊,这条腿算是废了 墙上贴着无数的骨折照片,医生们陷入了激烈的讨论 病人意识到了情况不妙,想趁机逃跑 被医生们一把拽了回来,拿起电运斗想给他烫平了 这腿毛都快被你们给烫没了 医生们治疗五果后,将他送到了一个更大的观察室 无数的专家在这里用专业仪器研究着 看到了一个个细胞的流逝 观察者朝身边的人耸了耸肩,表示这病我没法治 另一个医生大手一挥,病人立马掉下了机关 通过层层管道坠入了一个房间,被固定在长椅上 眼前出现了两个门,门开了 一个被治好的西装男,面带微笑地坐着椅子出来 病人眼中仿佛看到了希望 很快他也被送进了暗室,里面只有一个提取他DNA的机器 短暂地运转过后,制作出来了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 而他本人则被打包扔进了垃圾厂,他不是第一个被打包的病人 被修理好的他则从暗房走了出来 讲道理,这是个恐怖故事吧 你说你绷带贴得好好的,去什么医院啊 这就是我不爱去医院的原因 说不定回家的时候就不是自己了 开玩笑啦,身体不湿的话还是得去看的 关于这部短片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这是讽刺了如今医院的乱象 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 硬是做一系列检查,开几百上千的药方 折磨的病人苦不堪言 还有的则是对未来科技发展的担忧 当人类在各个方面都不如克隆人的时候 人类是否真的会被取代 文明是否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消失 这是每一部科幻片都逃不开的话题 看完这部短片的你有什么感想呢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回顾经典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的影 消息见啦 再次继续